刚刚过去的二十二三年 是国际关系发生重大深远演变 是中国式现代化扎实推进的一年 这一年也是中国外交的开拓之年 收获之年 在与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 中国外交守正创新 砥砺奋进 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营造有利环境 为维护世界和平 策集共同发展 是复兴的贡献 盆点下来有六大亮点 值得我们特别的回顾 第一个亮点 元首外交精彩分成 诸旧中国特色 大国外交新奉贝 第二个亮点 人类利益共同体的建设 加速推进 为构建人类美好未来 注入新动力 第三个亮点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议坛成功举行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 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制度 第四个亮点 竞争精致实现历史性扩援 凝聚了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新力量 第五个亮点 中国中亚峰会成功举办 打造区域木林友好合作的新平台 第六个亮点 促成沙特和伊朗历史性和解 树立了政治解决热点问题的新典范 这六大亮点 留下了中国外交 一个个精彩的瞬间 谱写了同世界合作共赢的 展现的篇章 体现了鲜明的中国特色 中国风格 中国气派 彰显出新时代中国日益提升的国际影响力 创新引领力 道义感召力